清水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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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婷於老師要教大家一道很簡單的 可以在家裡做菜的方便 又迅速的焗烤飯 等下會用咖哩塊 來做我們的咖哩海鮮焗飯 首先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白飯 少許的砂油 咖哩塊 蛤蜊 中捲 炒蝦 那這些海鮮料的話 看你要用什麼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盡量我們選的材料 有一些甲竹類 貝類 然後跟一個蝦子類的東西 然後洋蔥丁 青豆仁 白酒 然後起司 蘑菇片 那蘑菇片你也可以用 炒菇 生香菇 都可以 我們只是增加我們的食材的豐富性而已 那首先讓我們開一下火 開小火 把我們的油 到一小匙左右把它倒下來 來啊 我們把我們的油倒下來之後啊 加入我們的洋蔥丁 稍微把它炒香喔 然後蘑菇片 因為蛤蜊啊 它比較不容易開啊 你可以先把它 稍微把它燙過 或者是你稍微 稍微 蛤蜊啊 先放下來炒一下 它會比較容易熟 來 我們把它加下來 來 你們看到我們的洋蔥啊 已經炒到軟了喔 蘑菇啊 等一下我們把它炒到金黃色 那等一下蛤蜊如果開了 那等一下蛤蜊如果開了 我們就先把它撈出來 來 把我們的蝦子 放下來 海鮮啊 千萬不要煮得太久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一些酒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蛤蜊 蛤蜊開了 蛤蜊開了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蝦子紅了就可以把它撈出來了 不然就會太熟了 來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咖哩塊加下來 如果你想要吃多一點的話 你咖哩啊 還是你的水啊 相對的 咖哩粉 咖哩塊加比較多的話 它會比較濃 但相對的 它會 水太少的話 它就會做起來的話 就會沒有水分了 來 我們先加一塊下來就好了 來 把我們的白飯 給我們的中捲 中捲這時候再下 不然它會太熟 稍微把它拌開 如果你喜歡吃起司的味道重一點啊 這時候 白飯放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起司 放一些下來 那你一般來講 外面你吃的話啊 因為可能考慮到我們成本的問題 所以它都會在上面撒起司而已 那在家裡吃的話 喜歡味道重一點啊 起司中間的話 你拉起來的話 還有切絲的話 你就可以把起司拌下來了 來 把我們準備的青豆仁 一樣把它放一些下來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 那個中捲差不多有點熟成了 這時候再把我們剛剛燙過的一些海鮮炒過的 全部把它加下來 然後把它拌勻來 這樣就好了 等下的話 我們準備一個焗烤盤 把它盛起來 來 上面再撒上我們的起司 你會看到我們今天準備的起司 它有兩種顏色 一種比較黃的 像這種比較黃的 它是敲打起司 它會比較鹹 比較白的 這是莫沙洛亞起司 它會比較有甜味 那基本上這兩種的話 都會有一點讓它有點牽絲的感覺 只是說你烤起來顏色會比較漂亮 那等下的話 我們把它放在烤箱 記住烤任何東西的話 烤箱一定要先預熱 所以我們等下我們放在烤箱的話 我們用差不多200度C 上火200度C 下火我們差不多用150度C左右 因為我們只要把它烤上色 裡面東西都是熟的 那等下的話 我們就把它放進烤箱的話 差不多烤5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了 來 我們經過差不多5分鐘之後 我們把它拿出來 你看 就在家裡自己做啊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是體育老師要為你示範教學的 用咖哩塊來做我們的焗烤海鮮飯 來 我們看一下 哇 你看 哇 你看 海鮮料這麼多 裡面起司又多 很簡單的一道料理 然後希望你會喜歡它 好 今天 我也想要你們看